2024年了,和大家聊聊移民加拿大的几个痛点吧 加拿大的移民在经历了22、23年的移民高峰期 有很多人其实不符合加拿大移民申请的移民条件 他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咨询问问 自己是否有合适的通道 因为加拿大移民大热嘛 移民门槛相对比较低 名额也很多,对不对 但是到了今天 随着加拿大移民局一步步收紧和提高了这个政策 提高了门槛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直男而退了 选择放弃移民加拿大 这也是正确的 世界上这么多的国家 如果你门槛没有达到 硬行申请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就给自己挖坑呢 而且呢 加拿大这些年本地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可能很多老移民和我一样都会有感慨 加拿大这个社会啊 这两年变化实在太大了 首当其中就应该说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 小城市的房价大涨 大城市的房价巨涨 什么都在涨 但是呢 工资却没怎么涨 而且工作的竞争也变得更难了 结合这两年 加拿大的大动作 得 这个答案出来了 这不就是你加拿大小祖宗天天要来新移民吗 这么多的移民过来 可不是移民 得把这个房价物价给炒起来的呀 我虽然非常不喜欢这种很武断的方式 去评价目前加拿大出现各种社会问题 完全都是由移民所造成的 比如说单单说房价上涨的原因 肯定不能完全说是移民造成的呀 你政府多发了那么多钱 你当然也会造成通货膨胀 人家不去买房子 不去对抗这个风险 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但起码对于加拿大政府来说 每年接收新移民的配额 是由他们做预算所决定的 在知道每年新增总量 还有权衡宏观 调控新移民的前期这个权力下 房价上涨的问题 其实就是属于开券好设 它是有很大的空间来去做对应的准备的 而且目前的现状啊 说是加拿大政府不作为 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当然另一方面啊 大城市房价贵 是这个世界的通病 可能我们很多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啊 对一个居住属性的房子 开始慢慢加入了一些金融属性在里面了 不仅考虑居住 也考虑升职 那这一点在加拿大也是普遍存在的 很明显啊 目前加拿大房地产市场 就已经存在的金融属性上 尤其是几个重点城市 温哥华多伦多 已经一记绝成了 在哪都有有钱的人买房 在哪也有买不起房的人 所以啊 如果我们报的移民是为了找一个低房价 物价低 高福利 高就业的城市和地方去工作生活 那么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 在2024年 答案一定不是在加拿大 如果你放远世界来看 这个国家也不一定存在 另外加拿大的一个痛点呢 就是就业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 是加拿大现在的就业市场 确实变得卷了一点 但我绝对认为 绝对不存在 从死活找不到工作 甚至会饿死的情况 出现 因为加拿大目前整体的就业率 在这个数据统计的报告当中 还相当不高 但很多新移民认为 自己刚来加拿大 和老移民和本地居民相比 求职根本没有优势啊 于是就很担心找工作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我怎么说呢 我承认啊 老移民比新移民肯定更有求职优势的 但是你仔细想想 有没有可能和新移民抢工作的 不是老移民和本地居民呢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你见过一个工作十年的人 和一个刚毕业的人 抢一个助理的入门型的工作吗 这个思路是不是一瞬间就开始打开了呀 其实说到底啊 在任何的地方找工作 都要看能力和岗位是否匹配的问题 以及你是否想去从事这个工作 人人都会洗碗对不对 但绝对不是人人都愿意把洗碗当工作 比如说啊 在酒店里面已经干到大堂经理了 你带他去一个新的酒店 让他重新从洗碗开始 人肯定不乐意啊 所以啊 和新移民抢的工作岗位的人 基本上都是另外一个新移民 目前加拿大劳动力的缺口 仍然是很大的 在纸面上来看 依旧有很多加拿大的雇主和单位 找不到人来工作 而且这个比例还不低 远远到不了劳动力饱和的程度 所以啊 新移民的朋友 视野一定要打开 思路一定要打开 工作肯定能找得着 但是你千万不能抱着 这个钱多或少离家境的态度 来去找工作 那么第三个痛点呢 我认为加拿大目前的发展问题 这个国家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我目前的感觉啊 我给一个一句话的评价 它就是美国的后花园 想在后花园种种土豆 还是搞搞装修 全由美国说了算 虽然目前加拿大经济发展程度 的确是没有美国的利害 整体的薪资也没有美国的高 但是和美国相比 加拿大的职场不算内卷 而且整体的社会福利待遇 是要比美国更有保障的 但是在美国啊 可就卷上天了 从侧面上来看 加拿大整体的经济活力 和发展前景 绝对是比较美国的 但是它有丰富的国土资源 和只有区区四千万的人口总量啊 那么再加上隔壁这个 在全球经济有话语权的 这个美国超级大佬 注定的加拿大这个国家呢 是完全可以走通 小富极安的路子的 当然你和美国当邻居 想争一个大头是不可能的啊 这个山姆大叔 可不是那么好打交道的 目前的加拿大 在经济上是十分依赖美国的 本土的企业在正面战场上 基本干不过美国啊 很多情况 甚至被美国的公司 直接被收购了 在海外的市场呢 竞争又更为激烈 所以啊 加拿大这个国家呢 野心和抱负 真的是没那么高 另外一个方面 很多人可能就会问 加拿大这个国家有钱吗 我个人认为啊 有钱是绝对有钱的 说到底 还是一个发达国家嘛 自身资源丰富 单单说它的这个石油储量 也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存在 一个全球土地面积第二的国家 人口只有四千万 这么多丰富的自然资源 树木啊 石油啊 天气等等 哎 你想它不复都很难 所以你看啊 当一个人有点小钱 又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 也挣不到大钱的时候 一般都会选择干嘛呀 躺平了 而这个社会 人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风气 也就定调了 那就是小富极安 这就是加拿大所面临的 第三个问题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的 持牌移民法律顾问 如果有移民留学的问题 欢迎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和我做一对一的沟通 我们下期的视频 再见 再见